HELLO 大家 火力熊學院劇場版商已經過了一個禮拜 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做影片 畢竟沒有特別查到什麼有趣的資訊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但又覺得不做有點可惜 所以我還是 影片大致尚未分成對於劇場版的想法 與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額外資訊 故事劇情可以分成開頭中段結尾 這次故事的開頭是全球性的危機 激進組織Human Rights透過能讓個性失控的裝置 打斷將世界全部的個性都消除 比起單純的統治世界 我倒覺得這次反派的目的設計得不錯 在故事中的個性通常都能夠帶來好處 就算沒有也大多不影響生活 但還是有少數人因為個性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例如外貿改變或這次反派無法觸碰到他人的情況 這時個性就不是禮物而是疾病 反派想要改變世界的出發點是可以讓人認同的 負責處理這次緊急任務的是我們熟悉的日本英雄們 那將故事舞台放大到全世界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答案是壞的 舞台放大的初衷絕對是好事 畢竟我因一直在強調全世界有八成的都有個性 那自然每個國家都一定會有屬於自己的強大戰力 也一定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英雄 結果好比漫畫中最近出場的角色Star and Strike 結果劇場版環繞的焦點熱在一年A班三巨頭上 不是說不能把重心放在他們身上 像前兩集劇場版都用了一些方式 讓事件不得不交給一年A班處理 我自己認為這樣比較能夠讓人幸福 回到這次的事件事情都這麼大條 結果只出動日本的英雄就算了 這些英雄中還包含著高中生 怎麼想都讓人覺得這個決策會不會有點太隨便了吧 再來將所有角色分擔到世界各地 當然的一定會造成戲分不均的問題 我就天真的以為這次霍克斯的戲分一定會不少 畢竟他還出現在海報上嘛 結果 好啦前段看到只有我的性已經量了一半 結果讓我更新量的馬上就出現了 這次主打的潛行服只出場不到五分鐘 擺明就是出來賣模型的 雖然模型是真的很香啦 但也不用這麼明顯吧 讓他們一套穿到底我也覺得沒什麼問題 對於故事的開頭我就是有太多的期待才會這麼的失望 中段劇情就是綠谷跟這次的新角色的落底 意外的相遇也意外成為事件的核心 城市追逐是我認為這次動作戲上表現的最好的地方 綠谷在城市穿梭有一種熟悉的老鄰居感 兩人接班後故事風格突然變得有點類似公路電影的感覺 一樣的公路電影風格沒有不好 這段旅途中我們可以看見場景的變換 從都市到鄉間小路 綠谷始終如意的溫柔以及弱底的過去 心態轉變 只是這段節奏明顯跟前後段搭不上 給了一種不是在看同一部作品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當初在劇情設計上 就想要讓綠谷意外成為解除危機的關鍵的話 那其實開頭劇情可以改成A班一起到國外演習 綠谷因為英雄本能在路上結識了弱底 意外的被捲入這場大事件中 時間上的壓力讓他們無法馬上與極力英雄聯繫 被迫得靠自身的力量來解決這次的危機 這樣的更動技可以拉大世界觀 將焦點聚在綠谷他們身上又不會很唐突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弱底本身站在塑造上也略顯可惜 他最大的功能就是解任務的道具 像解開智慧鎖、開悲機到BOSS的鎖在地等等 如果能夠讓他與主角群的互動再對等一點 對於這段旅程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不要像是一直被他們搓著跑的話 我想他會更有層次感 結尾的部分不免俗的就是要跟BOSS開戰 綠谷、爆豪、紅都有各自的對手 當然他們三個是勢必會贏的 重點是怎麼贏 最先開戰的爆豪前段打了一場不錯的仗 對手是攻擊範圍較大的類型 但他可以展現出色的機動力 除了我們熟悉的爆破攻擊外 也有他秩取對手的部分整體來說是好看的 但只有前段後段就變成個性上的硬碰硬 你用你的蛇附件 我用我的爆破 看誰撐到最後 那前段秩取是在幹嘛 轟則是這次劇場版成長幅度最明顯的一位 終於看到他對於個性上有比較細微的操縱 不僅能夠控制兵的外型與方向 火焰放出的方式也有別以往 這是在之前動畫中看不到的 只是BOSS戰一樣的問題 兩邊火力全開看誰撐到最後 這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綠谷則是智商最不在狀況內的一位 以往會靠頭腦應戰的綠谷 明知道對手會反彈衝擊 阿你還一直踢 是不怕腳也廢掉喔 故事前段用的很順的黑邊到這裡全忘了 又變成一樣的問題 個性與個性 肉體與肉體的硬碰硬 看他1-4-0 100%的狀態狂出拳 比起熱血我更擔心他的手 三巨頭都打得很藍沒錯 但就是沒有騷到兩處 最終他們會贏並不是靠原本的個性 而是每部漫畫主角都有的被動技能 鎖血 綠谷爆豪洛迪身上都不知道被開幾個洞了 還能動 這不是靠鎖血是什麼 好啦好像都是我單方面在吐槽劇情 但其實也沒有到非常不好看的程度 或許你有找到我沒有感受到的樂趣 接下來是一些關於劇場版故事中沒有特別提到的部分 1-洛迪的個性 洛迪的個性在故事中一直藏到最後才說出來 就是他身邊那隻小鳥皮諾 除了個性具現化外 皮諾還代表著洛迪內心真正的想法 所以在洛迪想背叛綠谷時 皮諾出來提醒了綠谷 證明洛迪內心深處並不希望這樣 皮諾的原文Pino在義大利文裡的意思是松樹 也是小木偶皮諾丘原文的前段 會不會動畫組是想要呈現洛迪說謊時 皮諾就會有反應 類似皮諾丘的鼻子一樣 藏不了秘密 這是我腦補 沒有看到官方資料 在故事還沒明說前 其實洛迪的個性有出現暗示 洛迪有說到自己的姓氏是索爾 火影的世界姓氏會對應到個性 台灣的觀眾當時的直覺反應一定是電 但原文其實是Soul 也就是靈魂 所以我一直以為他會有靈魂出效的能力 結果是創造出另外一個自己 也算是蠻有趣的設計 2.反派的個性 劇場版中沒有辦法像原作動畫一樣 時不時會有旁白出現 跟我們介紹個性 所以新燈堂的角色都沒有個性名稱 我們只能後續補充 Humanis首領弗威克特丹恩 個性反射 可以將受到的傷害反彈回去 他名字的原文 Flighten 不愛是彎曲 趁是轉動 字面上跟反射能力不算差太遠 Humanis傭兵貝洛斯 個性弓箭能夠將手變成弓 並自由操縱手上的劍來命中目標 這個個性有點類似漫畫進度裡的納乾女士 名字Belos 有可能是參考古代巴比倫的繩子Belos Humanis傭兵賽德羅 個性鐵球 可以從手指關節製造出鐵球 並改變鐵球大小作為攻擊武器 名字賽德羅 是希臘文中的鐵 Humanis傭兵蛇人 個性蛇附箭 是一對擁有相同個性的雙胞胎 能利用從身上長出來的蛇附箭來攻擊敵人 名字Sepent 只是參考葡萄牙語中的蛇 Humanis傭兵利維坦 個性應該是扭曲 可以透過身上紅色的附著物來扭曲物質 名字Levanter 在希伯來語中有扭曲跟漩渦的含義 3.英雄的個性 劇場版原創的英雄並不多就三位 職業英雄克雷爾伯恩斯 個性透視 在他事件範圍內的所有物質都可以被看穿 類似白眼的搜查能力 名字克雷爾伯恩斯就是透視的意思 職業英雄薩拉姆 出現在埃及的英雄 個性直殺草子 能夠將身體變成薄薄的一片茄 快速移動 外型是參考法老王 名字薩拉姆是源自於問候或尊重的首飾 職業英雄出現在新加坡的英雄 個性是大海嘯 類似光太那種噴水系的個性 身上的造型與個性都對應到新加坡的地標 魚尾獅 4.對應到的動畫奇數 前面有提到Humanize透過特殊裝置讓個性暴走 那裝置裡的藥物就是出現在動畫第五季第16集中的Trigger Trigger是能夠增強個性的藥物 使用過度會出現超乎想像的副作用 第五季會原創這集就是要跟劇場版有所連結 這集雖然是翻外篇但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除了劇情不馬糊外畫面也香到爆 5.主舞台可能的原型 故事中的主舞台是虛構的國家奧塞翁 名稱是參考星際大戰裡的Oceum 我猜最有可能的參考國家是義大利 因為洛迪香綠谷要錢時他提到的單位是歐元 那證實地點在歐洲 街上的場景又有義大利的感覺 加上小鳥皮諾的原文是義大利文 所以我覺得有那麼一點可能 當然要說歐洲國家都長得差不多也行啦 這是我的腦補看看就好了 好啦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劇場版的期望是什麼 是故事的完整性還是某某角色活躍的程度 但我覺得劇場版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種方外篇的感覺 透過原創的方式來描寫主線劇情看不到的東西 像歐蘇、安德瓦、霍克斯、摩蕭等等的過去 在他們還沒成為英雄之前的故事等等的 畢竟我英的世界中真正有魅力的應該不止雄英A版吧 像我就很想看霍克斯單獨執行任務 或是謀削學生時代的故事 百萬大界以前執行過的任務等等的 但這個想法應該是蠻難達成的 畢竟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對於這次的劇場版你有怎樣的想法嗎? 還是你也有想看哪位角色單獨的劇情呢? 又或者哪邊是我記錯講錯的都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